陳希花在那邊吃自助餐 發現了李悠欣竟然站在她的眼前 拔槍 然後拿槍機 然後兩隻槍就衝出去 這麼好的兄弟就站在我面前被打斷 老實說這真的很痛苦很痛苦 她抱起來叫她撐住撐住 講到就很難過 第一波攻擊的陳希花他們 拿M6步槍跟衝鋼槍 就朝門一直打 整個好像已經是被爆炸過的 戰爭現場一樣 我記得後來的統計是 兩千五百多吧 本週日晚間十一點 台灣啟示入 殺警狂圖 惡龍成星發